那现在呢 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要获得 初始盗志的第二个游戏 那就是大家其实非常熟悉的 生活排球 活着盗志团队战 生活排球游戏规则 长短两队利用学院小屋中的生活物品 作为击打工具 进行排球比赛 工具可以是一楼 及店子里的生活物品 每人一键 每人选择的工具不能相同 选定后不能更换 注意 上次生活排球中使用过的工具 这次不能再使用 两队每轮 派出两名学员参赛 率先得到十分的队伍获胜 一轮结束后 可更换队员 每回合中 排球在一方队伍中 不能击打超过三次 任何人不得连续击球两次 任何人不得持球 不得用身体的任何部位处球 但每次接球时 球可以在地上弹一次 场上的裁判为调查官和两名鞭裁 若裁判判定球出界 或未过往 均为对方合作 生活排球游戏为三局两胜局 过程队伍的三名队员 可各自复制任意一个道具 好 现在大家可以去挑选你们的处持到这儿 OK go 这个你要用是吧 给我拿一个锅 没有你用 这个拿 这个 这个 这个可以 你给它弄出来 我帮你脚脚在哪儿 黑板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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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用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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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我用这个 奶奶 你们家有那个桶盖子没有 我拿衣服来板子 把它变起来了 板子 对 好看好 厉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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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可以吗 可以 孙隆泉 因为我觉得那个桶子 它的接触面积是够的 你用手支撑的 其实很适合手去借力 奶奶 我爱你 老奶奶给了我们家传的 绝世盾牌 不能辜负老人家的一片吃辰之心 她老人家愿意把 家传之宝 传授娱乐 那么我觉得一定是 一把神兵密切